小权军 那动作真快 季夜君 好久不见 想必你也知道 我现在的处境 我遇到点麻烦 我清楚你的处境 田中将军也给我来了电话 在保证铁道工程 顺利军工的同时 我会全力协助你抓捕逃犯 有劳 去看看钢板军 如果他醒了 就请到我办公室 小玄青 请 好 那是虎头药塞劳工营的程 我记得传来 幸好我们离开得及时 这小玄青的动作可真快 我们刚进了金顶的领海 他就绕道去了工程团 小玄青要是和吉野联手的话 我们接下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必须赶快回去 绕道出金顶的领海 那两个义务兵怎么不见了 那两个义务兵怎么不见了 可能已经到前面去了 可能已经到前面去了 那两个义务兵的敌人 我会尽全力配合你 我昏迷的时候 好像看到了一个人 什么人 五二三七 五二三七 对 岗四不可能出现在工程团 这个位置 说说 岗本军 你不要冲动 一定要放轻松 他当时带着口罩 可是 他那双眼睛 我印象太深刻了 岗本军 岗本军 你在黑虎沟受伤之后 被直接送到我这里 而你追击的钢刺 不知所踪 你是不是在做梦 我相信我的记忆 好像 好像他还给我打了一阵 那不是在做梦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一个叫 攻腾寿终的义务兵 难怪 我总觉得这个人 有点与众不同 一无兵 是这样 施工难度大 受伤的士兵比较多 总部给我们增派了一无兵 我对他们也不熟悉 攻起医生呢 攻起医生 他有事歪出了 让我在这里替他值班 还有 另外一个义务兵 也是也很奇怪 可是他们的主管 攻起医生 跟随我多年了 不好 不过大佐 里面发现一只尸体 应该是昨晚遇害的 一刀毙命 解军 钢刺来过了 监工 湖方打碎了一盒 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 报告大佐 什么事 我们的人 在前县公里不远处的山路上 发现了两具尸体 经骗认 是军医部派来的 两名医务兵 他们的随身物品都不见了 另外 金山的勘察队 昨天和今天都没有给营地发报 我们互相也没有得到应答 结局 刚次装扮成医务兵 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整整折存了一天 八嘎 快 统质士兵来住他们的车 来不及了 必须沿着卡车的方向 沿途搜索 他们跟着卡车走 无非是想进凌海 必须阻止他们 大佐 我去追 这次错过了抓捕刚次的良机 我负足傲责任 请大佐给我一个 将功不过的机会 干本局 我担心你的伤 伤并不大碍 大佐放心 不会无视 好 就这么定了 好 再招判两个小分队 由钢板军投医指挥 金业军 这回你知道 钢刺得厉害了吧 我要亲手逼了这个家伙 消消气 金业军 碰到这样的事情 谁也不愿意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一点 钢刺几伙人 还在金顶子领海 是 对整个工程团来说 是个大日子 可不能出现什么状况 一会儿我想去 发现尸体的位置看看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 其他的先子 好 原本计划今晚试运火车 我安排火车现在就出发 再调动一部分兵力 全力配合你抓捕逃犯 金业军 你没有兴趣跟我一起 抓钢刺吗 今天是铁道工程 军工的最后一天 我要坐占营地 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明白 你的事情更重要 在城市颁南部 这是之前与小六分开的地方 怎么了 还真 mega 你是和三斤九都没睡了 少废话 脱壞我的 你呀 吃点东西垫在就好了